一连召开17天的花莲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在今天比会 而会中通过了花莲市110年度总预算等7项宣证提案 以及代表们的6项建议案和4项的临时动议 花莲市的财政已向拮据 市民代表会在审查一项的时候也明显感受到 巧夫难为五美之岁的五感力 因此在审查明年度总预算的时候 虽然遭用通过但仍提醒经费使用上 无比花在刀口上 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也在闭幕的时候 并且提到综合这次咨询内容 秘书师特别拟定了多项要点提供给市公署 未来市政的参考 他也感谢代表会同众们本着职权 严格监督让市政契合实际 市政建设能够更符合民意的期待 本次大会共审议市公署提案7件 代表提案6件 还有临时动议事件共计17案 已经会诊交给公所秘书室 去处理执行 希望说这几个案子 有民生有建设 有一些比较聚首的一些建设问题 也希望说公所能够在市长的领导下 能够一一的完成代表们提案子 也是人民的需求 市长会先表示 国产署也希望市公署提出可行性评估 以规划更多符合民众期待的公设施 今天也谢谢我们代表会 今天也是闭幕 在这次的定期会里面 非常多的代表提出非常多宝贵的建议 尤其是在慈禁对面的一个停车场的部分 未来化联市公署规划的方向 就是之前有拜访过国产署的署长 也有国产署署长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就是说希望公所端能够做相关的可行性评估 那评估是否能够增加市民的一个停车位 那这次也很多代表在关心这件事情 那化联市公所也持续在做相关的一个进行当中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化联市有更多 符合民众期待的一个公共设施 跟辩民的一个方式 那再只要谢谢主席副主席 还有我们全体的代表的一些宝贵建议 那未来我们会加强我们城市的安全性 跟友善观光这个部分 那也请所有的民众多给化联市公署 一些宝贵的相关的建议 我们会持续的为化联来迈进 市长为交情感谢代表们对市政业务的鞭策以及支持 它表示从105年9月接任市长之后 尽管接二连三面临风灾 豪雨已经强震 考验化联市基础建设以及公共团队的危机处理机制 感谢市政团队齐心合力 秉持着友善宜居族群共融观光活力次大政策理念 以踏实的脚步来实现 谢谢大家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